最後,我們給家長的意見 首先,每個家長都很愛惜小朋友 經常性的,有時父母的意見 會在吃藥和不吃藥,意見有時很分歧 其實大家都是出於對小朋友的好意 至少大家的家長 不要因為這些產生不必要的爭拗 其實大家可以理性地分析和研究 甚至參考醫生意見 最後決定用甚麼藥和何時需要吃藥 另外,要注意對小朋友心理上的影響 因為小朋友有時會擔心 怕其他小朋友知道他要吃藥 怕其他小朋友不知道怎樣看他 一定不需要瞞著小朋友 或者不用騙小朋友 這些藥是甚麼來的 可以很耐心地講解給他 其實最後,如果小朋友真的幫到他一些東西 他得到改善之後 譬如老師又讚他 成績又好了又乖了 其實小朋友有時不一定會這麼介意 謝謝你